南投的浦宇日前发生了大学生斗殴的事件 有八名济南大学的学生在KTV里头庆生 离场时疑似跟另外一伙民众发生了口角 双方在一言不合的情况之下互相叫嚣还发生扭打 从KTV的录影监视器上面显示 一名黑衣的男子一是在和对方发生口角之后 一言不合就出现打了下去 双方的友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也立刻上场帮忙 现场棍棒齐飞受伤的民众倒地之后 一群人仍然拳打脚踢 还用扫把的棍子狠狠地打向对方 KTV的员工还出面劝架 但是失控的场面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演变成了打群架的情形 警方到场之后并没有逮捕任何人 只是先将受伤的学生送到医院 让学生认为警方有吃案的嫌疑 愤而向媒体投诉 我讲说两名可以了 那我们就拘捕回来 结果从监视论人在看 这两个事 看不出他们有打人的动作 是我们现在警方已经查出了 我们现在目前在传信这个名状 不过警方澄清 因为受害者没有办法指认 所以不能够依照现刑犯来逮捕 不过已经陆续传坏相关的人证 到警察局所服务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